大家知不知道在3月底、4月初的時候 在日本所有的櫻花會開到最茂盛、最盛開的狀態 然後突然在4月初的時候 希望大家一起跳好 同時櫻花一起跳起來 就會變成櫻花園 這是一個日本非常著名的風景的特色 可惜台灣的櫻花比較少 因為剛剛不是現在差不多時間 3月底、4月初的時候 日本會有櫻花園 所以大家現在會在這邊 就表示你們沒有去看櫻花園 所以我談一首櫻花有關的 跟櫻花園有關的曲子 大家聽 叫做櫻花紛飛時 原唱是中道美加 那這個曲子 其實我比較少聽日文歌 是因為我在教一個學生的時候 他說他一定要學這首歌 為什麼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個歌 他的女朋友有關 那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個女朋友 他最近不要他了 所以他就失戀 所以他一定要學會這首歌 然後 來撫平他那受傷的心理 我在想說這個人還真奇怪 那堅持一定要學一首歌 然後跟事業有關 然後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連結非常不舒服 然後我就為了他把這首歌 聽那個音樂 然後把他把譜寫下來 寫下來以後 我要教他的時候 結果說他不學了 因為他女朋友回來 結果我 反而我愛上這首歌 然後好吧 既然你 對 雖然你放我個子 但是 我最起碼 我得到了一首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一首 很有意境的曲子 所以 等下各位在聽的時候 你可能 旁邊是沒有櫻花在飛 但是 你聽的時候 你會 這個曲很奇怪 它的渲染力非常奇怪 你就會覺得旁邊 好多櫻花在飛 好 大家就是我們最好這樣 天明大家天明就知道 好不好 為各位帶來這首櫻花分飛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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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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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